换头术 头一直 这些词汇常常在科幻小说中出现 然而通过科学家们的努力竟照进鲜许 人类真能够成功换头吗 童话费七千多万换头的猴子 结局如何呢 动物们通常是评测任何手术和药物的首选实验对象 然而他们身上进行头部一致案例数不胜数 1954年 苏联著名的外科医生弗拉基米尔 曾将一只德国牧羊犬的脑袋割响 缝合到了另外一只小狗的脖子上 术后这只双头狗起初非常疑惑 还试图摇晃脖子将第二个脑袋甩掉 但那很快就一贯了 一日过来的狗头会打击 还会用舌头舔牛奶 但因使管连接不善 导致牛奶从脖子里渗出 并出现了强烈的排斥反应 最终在六天后不幸逝世 此实验震惊了外国科学家 当时的神经外科专家罗伯特 他在政府的资助下 开始秘密进行更惊为天人的实验 终于在1970年 美国脑科专家医生罗伯特 将一只横河猴的脑袋摘下 移在了另一颗被砌掉脑袋的猴子头上 术后这只猴子苏醒了过来 并睁开双眼 但因脊柱连接不善 所以导致它从脖子以下开始瘫痪 不能动态 不过脑内神经并没有损坏 和共用身体连接的心血管 足够支撑猴脑的存活 以及基础反应 术后的猴子能看到 听到 嗅到 还能感觉到周围的环境 但同样是因为身体对脑袋的免疫 产生排异反应 术后的猴子只活了短短的八个小时 然而当实验细节被曝光后 怀特博士受到了反活体解剖主义者的威胁 他从一个医生先驱 沦落为众人眼中的恶棍 但怀特专家始终坚信 这种实验或许在未来某天 真会帮助到一些瘫痪病人 2001年 美国有位医生再次复可了头颅移植实验 这只换过头的猴子成功的活了下来 他能睁开双眼 嗅到食物 也能品尝食物 全身的器官大多数能正常运转 但他的脊柱连接不太成功 从而导致他的身体始终处于瘫痪的状态 实际上 患头手术面临着两大难题 一是免疫排斥反应 二是中枢神经系统激活困难 但困扰百年的两大难题 也被世界各地的专家们攻克 美国人员研制出控制免疫药物 成功避免了一种移植的排斥反应 意大利神经外科专家塞尔吉奥 和哈尔滨一大外科主人任小平 很好地解决了神经激活困难 他们发明出一种新生物胶水 能完美地将两个脊柱连接在一起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 患头手术并不存在大障碍 18小时耗资7000万 全球首例患头手术最终结果如何呢 在2016年1月21日 世界知名神经科学家卡纳·维罗 与我国医学专家任小平合作 进行了一项备受瞩目的手术 猴子交换头颅 这场手术进行了18个小时 多达150名医护人员参与 耗资高达7000万人民币 并深称取得圆满 甚至人类换头在未来都不是梦想 在实验开始前 科学人员为了进行这场 惊心动魄的医学实验 哈尔滨医大的主任任小平 准备了精密的器具 以及手术工具 并按要求搭建了严格的实验环境 此实验主要由任小平和意大利神经科专家 卡纳·维罗主导 整场实验都是在零下15度的环境中进行的 为了能保证头颅的细胞存活 他们需要将血管连接到医学设备上 接着用锋利的手术刀 往猴子的脑袋切断 并移植到另一只猴子的脖子上 最后将其缝合修复 任小平团队不眠不休地工作了整整18个小时 事后 换上心头的猴子 在麻醉剂失效后 终于睁开了双眼 他还对着科研人员发出了滋滋的声音 这不仅让在场的所有科学家的倍感惊讶 此消息更是震惊了整个医学界 就在人们对猴子换头手术议论纷纷时 任小平团队宣布了一个更诈力的消息 他们将在一年后进行世界首例 人体头颅交换手术 此消息已经曝光 引发了全球热议 在这个问题上 各界意见分成 有一部分人表示支持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表示反对 还有一部分人持怀疑态度 他们认为现代医学 尚未攻克癌症等各大绝症 交换头颅手术更是遥不可及 实际上耗资7000万人民币的猴子换头手术 并没有完全如愿成功 因为那只猴子在一天内去失了 尽管成功换头 但由于脊髓神经 未能完全对接 导致猴子脖子以下的身体部分处于瘫痪状态 当时医生们无法知道 换头后的猴子会不会感到剧痛 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的精神状态变得越来越长 20个小时后 团队给这只猴子注射药物安乐斯 世界首例头部移植的男子 如今怎么样了呢 他的换头手术是否顺利呢 术后有没有产生排斥反应 从而毙命呢 卡纳维罗和任小平宣布 在2017年 进行世界首例人体换头手术 预计耗资7000万人民币 预计需要150位各领医医生 历时近40个小时完成 此时人们纷纷开始猜测 谁将是全球首例 接触换头手术的人 你敢做手术头部移植手术吗 最后在2017年 俄罗斯计算机专家 斯皮里·多诺夫 是位肌肉萎缩症患者 卡纳维罗因肌肉萎缩症状而痛苦不堪 所以他来寻求任小平的帮助 希望能够通过换头手术 让他重获新生 表示愿意接受头部移植手术的多诺夫说 他充分地了解了术后风险 比如身体下入瘫痪 又或者由于神经连接出错 而感到无尽的疼痛等状况 但他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 不管手术如何 都表示愿意接受手术 本来卡纳维罗计划在2017年 为迪多诺夫进行头部移植手术 但因准备的不够充分 所以卡纳维罗推迟了手术事件 因为在前一年 多诺夫娶了一位漂亮的妻子 并在之后还生起了一个小孩 拥有家庭后的多诺夫婉拒了 正在准备到患头手术 他表示自己不再是一个人 无法承担手术带来的所有风险 也就是说 斯皮里·多诺夫因风险而何担忧 在一番犹豫不决后 只能用遗体进行实验 2017年10月20日 人体头部移植实验正式启动 他们经过18个小时的努力 将两具遗体护患头颅实验成功 尽管有人对此实验持怀疑态度 因为他们只是遗体患头手术 此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从理论上来讲 脑袋和人体其他器官一样都能移植 但需要克服血管 神经连接 免疫排斥等问题 术后生存时间则完全取决于运气 比如马拉大学进行的转基因 诛心移植手术 虽然手术初期非常成功 但没活过两个月 接受医治手术的男子就不情世事